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墨西哥超級聯賽週六上午繼續有比賽進行 到時馬薩特蘭將會主營哥達娜查拉 兩隊新賽季密坤未開齋 雙方整體表現都十分糟糕 今次愛冰相與和局一場不足為棋 另外M直播到時將會有本場賽事的現場直播 馬薩特蘭目前聯賽戰績為三和三負 而哥達娜查拉則五和一虎 兩隊坤未開齋 同時積分差距只有微乎其微的兩分 一時之間確實難延遂根據贏球機會 需要指出的是 馬薩特蘭進攻方面表現略勝哥達娜查拉一籌 畢竟他們目前已取得5個入球 其中有4人打開入球帳戶 伊比路更有2球進章 毫無疑問進攻是馬薩特蘭的優勢 雖然哥達娜查拉進攻方面不如馬薩特蘭 但前者相比之下在防守方面則有更高成就 哥達娜查拉目前坤長式球數不過為0.67 其防守扁現即使在密超範圍內都處於較前行列 而綠倫之中僅得一副表現也證明了球隊防守確實值得認可 這就是他們的場處 無可否認 就連主力射手阿力斯維加 賽季至今都未取得運動戰入球 所以哥達娜查拉想要復刻之前面對馬薩特蘭 進攻方面的良好表現視乎並不現實 對哥達娜查拉然而今次需要在進攻方面表現得更好 以後防線需要加強變系馬薩特蘭的課題 多謝收聽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篇